意大利面的口味有相当多种 但您吃过泡菜意大利面吗 在新北市巴黎区有一家警官餐厅 将自制的韩国泡菜与意大利面相结合 意外创造出了令人惊喜的美味 微酸微辣的滋味让不少顾客一吃就上瘾 业者表示当初是因为觉得泡菜锅太普通 因此才灵机一动做成了泡菜意大利面 没想到反而相当受欢迎 韩式泡菜和意大利面 这两种不同国度的食材放在一起 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在巴黎区有一家警官餐厅 因为老板本身很喜欢酸酸辣辣的泡菜 就在研发新菜色之时 认为一般的泡菜锅似乎没什么特别 临机一动将泡菜当作意大利面中的红酱 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没想到意外创造出令人惊喜的美味 泡菜锅没什么特别 我们就把它改良变成泡菜意大利面 因为它也是红酱的 然后就是香香辣辣的这样子 结果推出来之后 就客人的接受度很高 所以这个我还蛮推荐的 特别是夏天 你如果觉得胃口不是很好的话 喜欢吃意大利面的女生 可以试试看 餐厅业者表示意大利面中使用的泡菜 全是自己手工制作 除了应用在餐点中 目前也有单罐贩售 自己下去腌制 自己下去做 做起来口感就是 我觉得也很道地 也很好吃 所以我们有卖这样一罐一罐的 这个都我们自己做 所以你买回去可能要放冰箱 没有防腐剂 这道泡菜猪肉意大利面 因为微酸微辣的滋味 让不少女生一吃就上瘾 尤其是泡菜 即使经过火炒 仍然带有脆度 而面条则吸附了泡菜腌制的汤汁 吃起来更别具风味 这两种异国食材 就在巧思之下 碰撞出绝佳的美味 记者杨宝友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